新鎊 那她的感情生活怎么样 感情生活就是从婚姻来说 因为其实她是离婚过啦 她本来之前有个原配叫柯玲玲 那她跟柯玲玲结婚了之后 那根据我们看到的报道是这样嘛 她们离婚的原因 我想这应该没什么不能讲 就是她们那时候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她是等于是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女儿 所以其实出生的背景也很好 家世也很好 那只是因为就是说 因为她想要去 她想要在英国 然后那时候媒体这样形容说 两个人其实有点像远距离的这样子的婚姻关系 然后呢 那个她的原配柯玲玲 很希望习近平呢 可以到国外去发展 然后跟她 她希望移民 对 她希望就移民到英国去 那可是对习近平来讲呢 她可能有自己的人生的对事业的看法 所以等于说习近平自己的主官愿 加上她母亲也不希望就是说 就儿子就这样到英国去 所以后来等于说 在她母亲的就是做主之下 就是这段婚姻就结束 然后后来呢 等于是在19大概87年左右办了婚礼 跟她现在的夫人彭丽媛才结婚 那只是刚刚周老师提到这个感情的事情 这个对不起看一下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前妻叫做柯玲玲 对柯玲玲 这婚姻你说持续多久 三年 三年 就只有三年 那有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她是跟后来就是跟彭丽媛 然后才有生了一个女儿这样 她是结束第一段婚姻才认识彭丽媛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彭丽媛对那就生了这个女儿 对叫做习泽明 习泽明哲 对对对习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他的爸爸是不是习仲勋 习仲勋 中国的开国元老 对 那习明哲 后来就稍微长大一点 这就是习明哲 但很少看到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 这个不不可 这是我们的揣测 因为其实习明哲他蛮低调的 他跟薄熙来那个小孩薄瓜瓜不一样 薄瓜瓜就很高调炫富 对他连Facebook就是这些所有的社群网路的东西 他都没有他任何生意 就刚刚郑大哥看的前一张照片 是唯一官方公布习明哲的那个照片 就是他那时候是小朋友 有一些很可爱圆乎乎的 那小朋友照片 这是唯一官方有公开的 他长大之后没有任何照片 那一张是2016年 应该是2016还是2017年 就刚刚长大这一张 那一张是习近平 跟英国女王那一张 去拜访 这是去年或前年是吧 去年或前年我忘记 就是他去拜访英国 这就是去英国拜访的时候 那个是女王 然后对他 我们啦 就媒体还有网友揣测 这可能是他女儿 因为他的脸 大家仔细看他的脸 那五官几乎跟习近平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因为他英文很好 他在哈佛念书嘛 所以他们说他是假扮成 也不是假扮 就是变成一个传译 就是翻译 在旁边帮他爸爸妈妈翻译 对